第一個 我覺得郭喜這個人 講話根本一點信用都沒有 比如說徐曉昕公佈他的錄音帶 那你針對錄音帶你講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你說什麼他越長越老 你到底是什麼回應 我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郭喜從一開始 在整個他指控馬文軍 所謂的賣國賊之後 他這個流彈四射 包含李喜明前參謀總長也指控 那現在又指控這個陳長文 說什麼是他黨潛艦的 那我想就是說 今天郭喜他還有沒有任何的信用可言 這個已經是完全是可受公平的事情 那他自己無所謂 反正他就是在那邊製造聲量 他聽說他現在一天可以上十幾個節目 因為他講話的戲劇效果很好 娛樂效果很好 然後反正他東扯西扯 然後扯一些這個候選人 他選是無所謂 他自己講他也不要當政治人物 但是問題是馬文軍是現任的立委 而且正在參選中 我想請問一下 馬文軍兩年前就把這個錄音檔 也就是許曉星最近公佈的錄音檔 說會血流成河的錄音檔 兩年前給了相關單位 竟然不是血流成河 竟然是石城大海 是石城大海沒有人理他 大家不會覺得說今天一個前海軍顧問 今天一個黃曙光的一個他的好朋友 在外面有關於前建國造 不管是預算啊或者建造的數量啊 或者這些公司要找幾個人頭 可以拿多少錢 大家覺得無所謂嗎 大家都覺得無所謂 那我們前建國造 原來程序是如此嗎 而且我覺得在這一波的操作裡面 其實最可惡的事情 就是他把所謂的 只要在前建預算裡面 你表示意見 比如說你要凍結的 他全部把你打成說 你是反前建 你反軍購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中共的同路人 包含一下吳一寧 這個也是在選立委的 水準如此 他說啊這個就是中國勢力的介入 還有包含林靜穎 還是現任立委 就是說中國勢力的介入 我想請問一下 立委難道不能審查預算嗎 今天坐在我對面兩位立委 比我還要資深 大家都知道 在整個的預算審查過程裡面 因為立委他只有 他沒有辦法提高預算 他只能刪減預算 但是在過程裡面 他可能沒有直接刪減預算 但是呢他要了解 就是說這個整個的預算執行 合不合理 你的費用會不會太高 那像在這次綠營測議裡面 點名的幾個什麼什麼 江啟臣啊 溫玉霞啊 什麼馬文鈞等等 溫玉霞委員就跟我講說 他當時為什麼凍結預算 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我想很多人不知道 去年日本也有一個潛艦下水 也是下水 然後也是3000噸 他的造價是多少錢 和台幣150億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次的潛艦是500億 所以他想了解一下 為什麼日本的潛艦 也是下水150億 那我們的潛艦為什麼貴 貴在哪裡 然後請這個國防部 相關單位要跟他說明 所以他凍結預算 請問一下這個不是一個立委 在執行監督預算 一個非常合理的程序嗎 而且所謂的預算程序 大家都知道 現在民進黨的立委啊 超過半數 完全制霸立法院 請問一下 在野黨就算凍結預算 他真的能刪嗎 他一毛也刪不了啊 所以你今天要用這種方式 基本上就是在做政治操作 基本上就在選舉操作 然後我覺得非常惡劣的是 你因為要做選舉操作 你踐踏了立法院的預算審查權 你也閹割了在野黨 對於預算的一個審查權 可以這樣子嗎 他如果審查 如果連審查都不能審查 不能表示意見 不能凍結 請你說明一下 那請問以後在這個執政黨 你千秋萬事嘛 你愛憋什麼預算 就憋什麼預算 立法院關門算了 所以在這一次的操作裡面 充滿了太多的選舉全盟 真的是為了權限國造好嗎 現在慢慢曝露出來的 這些稍微的 所有的訊息 這裡面到底有多少貓膩 才是真的應該去追查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